女人怀疑初恋男友背叛自己 赌气嫁给了别的男人 晚上两人简单举行了婚礼 一间破旧的小屋架一张小床 虽然没有见证人 也没有亲人的祝福 但好在王大山是个老实本分之人 为了向媳妇表忠诚 当即将自己全部的积蓄和母亲留下来的耳坠 一并交给洛玉珠 洛玉珠心里很是感动 下定决心要跟王大山好好过日子 只是出门倒水时 还是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 他明白只要过了今晚 自己就再也无法成为陈江河的妻子 王大山将一切看在眼里 但却什么都没说 另一边 陈江河为了寻找洛玉珠 来来回回跑了很多地方 对于他而言 钱多钱少都无所谓 只要能够尽快找回心爱之人 和他一起长相厮守就心满意足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袜子厂附近徘徊 希望能等来洛玉珠 可是这天袜子厂突然着火了 情况紧急 陈江河也顾不上安危 来回冲进火海抢救物资 索性大火很快被扑灭 陈江河意外在袜子厂墙上发现一幅画 这正是洛玉珠当年画下 跟他妈妈在袜子厂工作的日子 陈江河不停抚摸着那幅画 请客间所有的思念一下爆发了出来 哭得哈辣子都掉了一地 陈江河救火有功 厂长对他十分感激 陈江河趁此机会 成功留在了袜子厂工作 其目的就是防止再次和洛玉珠错过 上海的货都退回来三次了 这一月工资又够呛 袜子厂由于款式过时 已经滞留了几万双袜子 厂长为了直销产品到处求人 可都吃了闭门羹 陈江河听说后 立马眼睛放光 他主动找到厂长 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把所有袜子全部卖出去 厂长本不相信陈江河的话 但想到仓库里推积成山的袜子 还是决定死马当活马 也让他试试 江河 你要那是 能把这几万双袜子都卖上去 我立刻提拔那个销主客客长 有了厂长的允诺 陈江河立马干劲失足 他先是打电话给邱英杰 让他把袜子厂的地址 透露给义乌的商贩们 说是袜子王洛玉珠 当初进货的渠道找到了 接下来他又一一联络 当年走南闯北街市的商人 让他们都到自己这里来进货 阿夏 我是欧爱鬼门 我最无节配 款下回下 拉起拉起他 不准 一九九卡 这个瓜玩 老子不给你拆巴子 我帮你带我去的火 买出的利润是 拆钱的鸡丝碑 来嘛 陈江河利用自己的人脉 没几天就把几万双袜子 全部受空 厂长对此喜出望外 准备信守承诺 将销售科长的位子给他 但言科长对让位的事 很是不情愿 陈江河看到后 决定顺水推舟做个人情 他表示自己不要科长的位置 请求厂长能再建立一个 新的设计部门 让他担任设计科科长 陈江河已经看透了 袜子滞留的根本 他知道想让袜子厂可持续发展 必须要不断进行创新才可以 严科长听到有希望保住自己的位置 立马怂恿厂长答应下陈江河的请求 不得不说这脸变得简直比翻书还快 自从成立了设计科 陈江河就每天游走在各个集市上进行调研 期间他提出过多种方案 也设计出很多新颖的款式 可让他崩溃的是 这些历经千辛万苦才得到的成果 厂长一个都没有采纳 陈江河不甘心前功尽弃 决定去找领导理论 陈江河为公司任劳任院 但却始终得不到领导的认可 他不甘心看到自己千辛万苦付出的 劳动成果就这么复制东流 于是这天大着胆子堵住了厂长与其理论 陈江河的这番话彻底惹怒了厂长 厂长将他狠狠痛批一顿 然后坐车愤然离去 陈江河不愿前功尽弃 他独自带着厂里的大学生小蒋测量地皮 两天后 厂长终于从上海回来 可这一次他却带来一个坏消息 由于厂里经济效益不好 上级已经明确下达指示关闭 工人们听完立马炸开了锅 但厂长道歉几句后却选择了逃避 陈江河似乎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他将自己提前写好的承包书交给严科长 希望他能帮忙递交给上级领导 严科长看到后大为震撼 认为陈江河是在异想天开 陈江河也不含糊 直接跟他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首先把厂里滞留的袜子按工资递给工人 再把老设备抵出去换新设备 接着将东区的荒地出售 有了这些钱再加上级领导的扶持 袜子厂就一定能起死回生 陈江河是个稀才之人 他看出严科长是一把好手 于是便邀请他留下来当副厂长 但严科长听完非但不幸 还认为陈江河是在痴人说梦 陈江河的这番言论彻底说服了严科长 梦想确实并非现实 但凭借积极的态度和执着的精神 想把它变成现实也不是没有可能 几天后老厂长无奈退位 陈江河成功接手了袜子厂 巧姑和陈大光听说 陈江河当上厂长特意前来祝贺 正当三人开心叙旧时 巧姑忍不住提起三个月前在江西干州 遇到骆玉珠的事 我见到玉珠姐了 骆玉珠自从嫁给王大山 就干起了收费品的买卖 每个月他都会将赚到的钱寄往陈家村 只是在没有打听过关于陈江河的任何事 这天他正在干活 身体突感不是一直呕吐不止 王大山不放心带着他去到医院检查 在领取报告单时 骆玉珠偶然看见巧姑和陈大光正在卖猪皮手套 骆玉珠一脸不可置信 立马下楼询问陈江河在哪 那天晚上我跟大光跑了出来 路上遇到我哥了 然后我哥他就把他身上所有的钱都给我了 但是他说他不能跑 还让我跟大光一起做手套生意 原本我们都以为啊 你跟金毛哥元祖刚飞了呢 后面碰到村里人 说金毛哥跟他爹也闹翻了 为了找你 谁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玉珠姐 难道你跟我哥 没在一起啊 两人的一番话 对于骆玉珠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直到这一刻 他才明白当初是自己误会了陈江河 可如今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因为检查结果显示他怀孕了 这意味着 两人注定有缘无分 骆玉珠和陈江河再无可能 陈江河苦寻骆玉珠多年 终于第一次打听到对方的下落 然而等他赶到骆玉珠家时 却看到令他心痛的一幕 骆玉珠已经有了丈夫孩子 此时 屋里的一家三口正其乐融融过着新年 原来 巧姑把在医院遇到骆玉珠的事情 告诉了陈江河 陈江河喜极而泣 于是立马跑回家收拾东西买票前往干州 可当他好不容易来到巧姑说的医院时 护士却告诉他医院有规定 不能随便透露病人的信息 陈江河无奈之下只好离去 只是让陈江河想不到的是 正当他在干州满大街小巷寻找骆玉珠时 骆玉珠已经和王大山坐车 来到了他的袜子厂进货 就在骆玉珠填完单子准备离开 却无意中听到陈江河打电话给严科长 得知厂长是陈江河 骆玉珠连货都不要 直接拉着王大山就要离开 或许他觉得自己愧对陈江河 所以干脆连面都不想见了 因为骆玉珠的刻意逃避 于是两人再次错过 陈江河虽然感情不顺 但生意做得却十分红火 转眼又是新的一年 陈江河作为老板 特意在袜场摆系犒劳大家 还给每个人都发了奖金 他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则更好拉近了与员工之间的距离 工人们对此十分高兴 只有老颜担心陈江河这么做 会被上级领导责怪他滥用之权 直到陈江河承诺不会有问题 这才渐渐放下心来 不多时 有些危罪的陈江河来到外面 此时屋外正下着蓬勃大雪 他拿着骆玉珠的照片赌物私人 恰巧被盗来的老颜看到 陈江河闻言 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等他缓过神来 就赶紧拉着颜科长 跑到销售科找骆玉珠的单子 因为骆玉珠没提货 所以单子一直被搁置在角落 两人费了好大半天才找到 次日 陈江河迫不及待根据上面写的地址找了过去 可当他冒着大雪来到骆玉珠家门口 并入眼帘的却是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的画面 陈江河见状痛不欲生 但他不愿上前打扰骆玉珠的幸福 最终还是默默转身走向了漆黑的夜幕里 寒冷彻骨的风雪中 陈江河的背影看起来既孤独又凄凉 世上没人比他更爱骆玉珠 也没人比他更希望看到骆玉珠幸福 可唯一让人难过的是 他们近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彼此 时间一晃四年过去 陈江河的事业也蒸蒸日上 这天他带着小蒋到上海参加展销会 两人行走在大街上 不由地被模特脚上的袜子吸引目光 低头一看 才发现上海的袜子竟然要12块钱一双 不得不说这放在当时的袜子街 这样价格已经是顶级天花板的存在 第二天 展销会如期举行 商场里的人络绎不绝 可陈江河的袜子摊却始终无人问津 陈江河无聊到处闲逛 突然他被一台日产的电子替花机吸引了过去 此时前排人太多 他只好蹲下探头往前看 没多会儿小蒋也找了过来 两人保持着同样的姿势 可他们这个怪异的举动 成功被正在讲解的美女巫认成了流氓